之前有些觀眾就叫我講一下 怎樣對面對壓 甚至乎對一些人選擇自殺的看法 那時候我已經拍了一條很輕鬆的影片 打算輕輕帶我這個議題 沒想過最近其實爆發了這麼大的事件 大家都應該猜到我是說哪一件事 沒錯就是那個韓國巨星因為抑鬱症而自殺 很多人對那個韓星自殺 尤其是他們的粉絲應該很傷心 他除了傷了粉絲他的家朋友的心之外 更加嚴重的是 因為他做的每一個舉動都在影響全世界 所以我現在被人擔心有些隱性的抑鬱病人 看到這些東西會仿效 自己的偶像都去選擇自殺的時候 那為什麼我都沒有自殺呢 形成了一個不好的風氣 所以難聽說其實是一種不太負責的行為 不過我也知道抑鬱的人有時候很容易想什麼 甚至乎身邊的人沒有人知道 所以我也希望自己本身有什麼不愛心的事 就不要經常藉起來 一定要找個地方說 任何人無論是什麼身份什麼職業 都有他的負擔 都有他的壓力 你看到有些人的社交平台所分享的東西 每一樣東西都是開心的 然後你會發現不止一個 好像個個都好像生活得很幸福快樂 有些人現在是不開心的 越看就越不開心 因為會發現好像得到我 好像會得到不開心 其實很多人都是把自己不好的東西收心 很多時候都是不想讓人覺得自己有問題 會怕令人擔心 怕令人失望等等這些 其實每一個人都是會有負面情緒 是不應該完全抑壓著 總之為一個方法去解壓 所以我之前拍了這段影片 就是教大家怎樣解壓 但其實有效的 雖然好像很低 不是好像很低 是真的很低 Anyway 但是我想說的就是 如果你們發現身邊有什麼 好像有些異樣的事情 你多一點關心他 尤其是來到了聖誕節 新年等等 現在可能約一下出來 吃飯 或者聊兩句也好 我要引用紫耀神說的那句話 生命是有T2 還有T3、T4、T5 無限T2 不要選擇輕生 如果輕生的話 分分鐘 你就會做你的仇人 我認為他這個說話真的很精靈 你選擇自殺的逃避問題 並不代表真的完全解決到 你只是逃避了一個一時 但你之後會發生什麼事 你知不知道 可能會去到一個更加不好的地方出生 有更加惡劣的環境 有更多長大 有變過呢 出生不能選擇 但我們怎樣生活 是有一個可以選擇的 我們的心態是有一個可以選擇的 不要經常為了自己的家人而生存 不要經常為了社會而生存 不要經常為了社會而生存 多一點想想自己 當然我意思就是 也不可以太過自卑 也不可以太過自大 要剛剛好知道自己的定位在哪裡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當你的心情不好的時候 不要做任何一些不好的決定 其實很多之前自殺不遂的人 後來再回顧之前自己自殺的行為 他們第一件事就是 覺得自己很幸運 而死不去 第二件事都會想起 原來當時自己很蠢 為什麼會選擇自殺 退後兩步來看回這件事 其實都不是自己想像中那麼嚴重 最後我想跟情緒受困擾的你說 你已經盡了力了 辛苦你了 可能結果不是你預期所想的 不過你薄盡無悔 就不要太過怪自己了 對,拖了這麼久 終於公佈得獎名單了 雙姓泰姨自殺的人都有不少 所以我就決定抽獎 今期的得獎者是你 恭喜你,我會得到這本 世界活日草禮碼 自暴自棄本